现在是我的画面吗 我们曾经前天的上课内容 视觉化分析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讲视觉化分析 然后中间我会就是把 因为其实这是很多天的课 那画图的方式其实都很类似 可是我是想把那个概念告诉各位 例如说好了 我教这张图变到第二张图 其实这边是有一个逻辑思维在里面的 你们要了解这件事 那图跟图之间的一个互动式的关系又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要把这些的内容 撰写成看到的现象写下来 这个叫做知识 那当然这些知识呢 其实是不够的 是需要不断的透过 所看到的结果来去继续推敲 好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继续画图 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成品 成品下载这边开始浆气 因为等一下给你们的应该里面 大概有非常多张仪表板 那我们至少还是要先把一张仪表板画出来 首先啊 先请各位等一下 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 然后接下来请输入我的范例讲义的网址 也就是这个 我的范例讲义都放在这地方 YTZRX 大写的T 好 Enter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联选这个成品观摩 最上面那个课程的成品观摩 然后麻烦请下载这一个 就是2022-0215 对取外贸资料2 好 鼠右键下载 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好 所以就麻烦请各位 一起动手做这个下载的事情 请你们现在先动手完成 我已经放慢速度 但是不要求你做很多 做很快 只要你做完就好了 而且我会把很多复杂的动作 分成一小段 一小段 一小段 我们现在只做一件事 下载 然后先去下载成品 我先去下载 下载好了 接下来下一个事情 就是要先解压缩 因为 HOWBI这套软体 它不会 HOWBI这套软体呢 它会不会直接读得懂压缩档 不会吧 就像Word可不可以直接读懂压缩档 或许 所以什么软体 可以把我们的压缩档案 解开来呢 当然就是压缩程式 好 比赛